欢迎收看这一集的优惠及时通 今天的总共有五点的优惠要来跟你们分享 首先第一点呢要来跟你们分享是肯德基推出的套餐的优惠 而第二点呢要来跟你们分享是永丰大户在换会上面所提供的活动 接着第三点要来跟你们分享欧余数位账户搭配星光环宇现金卡最新推出的加码活动 紧接着要来跟你们分享是玉山优费有功耗到明年消费呢可以想要10%的回馈 最后一个要来跟你们分享是Risha所推出来的全新卡种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新户申办签帐金融卡最高的消费可以达到15% 如果说你今天还在寻找一个高活除的数位账户 我这边会推荐你可以申办远年的banking 只要透过连结申办呢就可以直接想要2.6%的超高活存 一路延续到明年 不需要任何门槛以及条件在下个月的21号开始呢就可以想要2.6%的活出利率 如果说你今天金额超过5万块的话也可以想要0.6%的活出利率无上限 不管你今天是小资组或者是资金大户原营banking都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首先先跟你们分享肯德基在套餐上面的优惠 目前呢是公告到今年的10月7号 你今天呢只要凭借优惠代码21835或者是呢 出示优惠图示的话呢 就可以以49元购买原味蛋挞两颗以及两杯的冰红茶 这个组合呢原价是134元 所以呢如果说你是一个很喜欢吃肯德基蛋挞 但是又不想一次吃太多 我个人认为这个优惠是还蛮适合的哦 毕竟肯德基呢是大家一致认同被炸鸡耽误的蛋挞店 我自己个人也还蛮喜欢吃肯德基的蛋挞的 那接着第二个活动呢要来跟你们分享是永丰大户所推出来的换汇优惠 目前是公告到今年的9月30号 你今天早在8月31号之前都没有利用永丰银行进行换汇的话 首次换汇达到新台币1000元以上就可以享有一杯全家的咖啡 这个活动是需要登陆的限量前5000名名额 那我今天要去看的时候大概还有3000名左右的名额 而如果说你之前已经有换汇过的话在9月1号到9月30号之间 累积换汇达到1万元以上的话呢 就可以享有一个月全家咖啡的抽奖机会 他呢是限量66名名额 这个活动呢一样是需要登陆的 所以啊如果说你最近看到美金比较低想要进行换汇 或者是你本身就有透过永丰大户在进行换汇的话 我个人觉得这个活动加减参加一下也是不错的 接着要来跟你们分享的是星光欧洲数位账户加上星光还宇现金卡所推出来的加码活动 目前是公布到今年的12月31号 首先先跟你们分享星光欧洲的部分 这个数位账户呢你今天在20万以内最高可以想要1.85%的活出利率 而相关的资讯啊我之前有拍过影片我也把影片放在上面 接着他在9月1号到12月31号之间 你今天只要透过星光还宇现金卡在指定通路上面消费的话 就可以在额外想要5%的现金回馈加码 每个月的回馈上限是300元所以就都可以消费到6000块 在活动期间每个月的总预算是37.5万 额满呢就会提早结束 他的指定通路包含了 MOMO、FOOPANDA、UBER EAT、星光三月以及微风百货 这次加码活动从原本10%下滑到了5% 并且呢移除了FAMIPAY的加码回馈 接着呢简单的跟你们讲解一下星光还宇现金卡的回馈 一样是公布到今年的12月31号 你今天找是新货的话利用指定行动支付消费就可以想要11%的回馈 其中加码8%在合卡30天内总回馈上千是500元 所以最多可以消费到6250块 那他指定行动支付包含了APPLE PAY以及LINE PAY 所以如果说以前是新货的话 再搭配上OU数位账户的回馈加码 最高在指定通路就可以想要16%的回馈 其实还算是蛮不错的喔 而这张信用卡绑定FAMIPAY则是可以想要10%的现金回馈 每个月的回馈上限的是100元 所以最多可以消费到1000块 那FAMIPAY也跟大家介绍过很多次 今天也不管要消费缴费或是缴税 都是可以想要回馈的 所以我自己个人认为星光还宇现金卡在下半年 也会是一张还蛮强势的信用卡 接着要来跟你们分享的是玉山OUBAY的优惠 目前是共用到明年的2月28号 这次的活动仅限定于iCache的点名卡 也就是粉色的卡面啦 你减少利用iCache的点名卡在平日与指定通路上面消费 都可以想要10%的OPEN POINT的回馈 他的指定通路包含了麦当劳、康世美以及星巴克 而你必须单笔消费买100元才可以想要10%的回馈 每个月的回馈上限是300元 所以最后可以消费到3000块 另外呢他在9月1号开始之后 有再额外推出新的活动 你减少利用iCache的点名卡在假日啊 在指定通路上面消费 也是可以想要10%的OPEN POINT的回馈 他指定通路包含了麦当劳、康世美、星巴克 21世纪、圣库什以及多拿茲 每个月的回馈上限300元 所以最后可以消费到3000块 那目前这个活动是共用到今年的12月31号 而这个活动跟平日消费比较不一样的是 他不需要任何低销的条件限制 所以这两个活动一提加起来 不管是平日或者是假日 在麦当劳、康世美或者是星巴克的消费 都可以想要10%的OPEN POINT回馈 所以如果说你平常很常在星巴克购买咖啡的话 我个人认为玉山UberiCache的联名卡 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方案 接着最后要来跟你们分享的是 RITRA全新推出的联名卡啦 RITRA在9月7号的时候推出了 新北全运会的联名卡 那如果说你今天符合资格的话 每一笔消费都可以想要10%的现金回馈 他的资格就是2021年全运会的选手 裁判或者是工作人员 你今天必须登录并且填写完问卷之后 才可以想要这10%的回馈 每个人的总回馈上限是150元 所以最后可以消费到1500块 但是我自己个人认为 就算你今天没有符合这个条件资格 这张联名卡的卡面真的很可爱 所以如果说你本身就是一个汪粉的话 我觉得这个卡面很值得办下来收藏 这个联名卡限量2万张 希望影片上限之后是还有名额的 如果说你今天是RECHR新货的话 符合条件 签帐金融卡在指定通路上面消费 都可以想要15%的现金回馈 那他条件的就是 你今天必须在10月31号之前申办 并且输入指定推荐码之后 首次登录APP在指定通路上面消费 就可以想要15%的回馈 这个回馈会一路到今年的12月31号 每个月的回馈上限是150元 所以你都可以消费到1000块 他指定通路在便利商店的部分 包含了全家Famipay 或者是Seven跟Open钱包等等 而在药妆店包含的驱城市康世美包亚 以及他们的网购同路 另外在加油站的部分 包含了全国加油站 以及中油的加油站 而外送平台则是包含了UberEats 以及FoodPanda 这个活动是限量2150名的名额 而在我拍摄的当天也就是9月6号 并没有公告任何的额满资讯 所以目前应该是还有名额的 如果说你今天是新货的话 我个人认为RECHR数位账户是还蛮值得申办的 你先找符合条件就可以想有30万里面1.2%的获处利率 它的条件就是你每个月必须从他行单笔转账2万块 或者是设定ACH转账每个月要从他行单笔转入2万元 而且如果说你刚好又有登录到千账金融卡15%的活动的话 我个人认为这个数位账户搭配上千账金融卡真的是一绝哦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真的是新货的话 我个人认为RECHR数位账户还是蛮值得推荐的哦 好那以上就是这一集优惠及时通用来跟你们分享内容 如果说你还有其他需要补充的话也都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 别忘了帮你喜欢或订阅我记得开启动才不会是我每次上线影片 想要关注我更多生活动态的话 欢迎follow我instagram或是按赞粉专 也可以教会员帮助我创作更多精美优点影片的讯定 我们下期再见咯 掰不 我个人认为RECHR这次全运会的联名卡 他的卡面真的真的超可爱 RECHR的设计一直以来都很棒 虽然说他对于救护不是那么友善 可是我觉得他的新货以及他的设计真的是无话可说 我还是以一个比较公平的立场去讲的 就是我不会一直说RECHR就是一直陨落 对于救护很不好的什么 可是我觉得他对于新货我还是还蛮推荐的 而且他这次的卡面真的很可爱 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收藏我还蛮推荐可以收藏的 就算我记得好像是换卡还是怎样 就是详细的资讯你还是可以直接去问客服的人可能会比较清楚 那如果说你之前还在犹豫要不要申办RECHR的话 我个人认为如果你今天是新货是还蛮值得申办的 但是如果你是救护的话 可能就是就是一个增长作用吧 而且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现在已经来到九月快要中了嘛 所以呢下半年会有很多振兴券的优惠出现 那各家银行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在拟定就是振兴券绑定 会提供怎样的优惠 如果说想要适时保持新户资格的话呢 现在可以先不用请举妄动没关系 就是你可以等到就是可能银行公告加码振兴券 有什么比较好一点优惠想要combo的话 就可以一次申请下去 但是我这一次也在猜可能是外商银行 他们对于振兴券的加码可能会比较大手笔一点 因为台湾的银行好像在于振兴券上面的加码都会比较帮手帮脚的 所以呢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再观察看看啦 因为振兴券毕竟还是每个银行想要抢攻新户的一种方式 那当然如果说绑定啊可以再额外想要加码的话 我自己个人觉得还算是蛮不错的 那当然你们可以等我的统整 我之后一定会再统整给大家 所以呢如果说你不想错过的话呢 要记得开启小铃铛 哦对了 最近啊我已经拍完了就是iPhone 13的购买信用卡推荐了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到底有哪些信用卡可以想要高回馈呢 最高是可以想要10%的现金回馈哦 帮忙一下 D